奇怪 對,這個其實... 那是 還是... 可以的 可以的 雖然讓大家相當吃驚 或許他們這樣的互動 算是展現親情的特別方式吧 接觸完小波秋森的姐弟行身 還是要回歸主題了 還有什麼事 會讓你說本來一定提分手飄沖 就是我最討厭就是 把我丟在路邊 然後就是... 譬如就像剛剛就是如果騎 就是有時候情侶吵架 騎摩托車 然後那時候 我沒有自己跳車 然後可是那時候吵... 吵到後來他就會說 那如果你不高興的話你下車啊 然後就真的把我丟下車 然後我記得我有一次 就是被丟在那個龜山的... 就是山上 龜山 很可憐耶 就是因為他... 他很故意 他知道我很怕那個公車站牌 因為那公車站牌都沒有人 他就把我丟在那邊 然後後來就覺得好無助喔 可是就那一次之後 我整個心就碎了 就很少在跟他就在講什麼 然後到最後我就混了 好,小心 我之前女朋友是玩國王遊戲 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是社團交接 然後分兩台遊覽車回來 我們是幹部 然後因為他是屬於那種... 有一些女生是受不了人家吉他 然後說你不敢玩... 後來他真的輸了 然後就是嘴對嘴十秒 太誇張了吧 真的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當天就跟他分手了 真的是受不了 當天分手 我朋友女朋友就是幫... 就是也是國王遊戲 然後幫人家種草莓也不行 絕對不行 對啊,就幫別人種草莓也不行 他有帶拔棍 在身上就不行 那不行 那真的不行 對啊 娃娃娃娃娃 我覺得吵架就是不能在車上吵 因為他們隨時會變賽車選手 對 真的 真的 對,就是有幾次吵架 他時速就飆到120 然後我就很緊張啊 我就說 你這樣在家室我要開門囉 我就把門這樣打開 然後後來他才慢慢減速 然後他就說 你跳啊,你敢跳嗎 我就說我不敢啊 可是你恐懼也不要這樣子 就是我會覺得很 我覺得男生都是這樣子 就是很不顧生命安全 騎機車也是標,照標 我們在這邊也問大家 其實分手很多原因嘛 剛剛大家都寫了 包括比如說占卜也是一個可能 但是請問你會相信 有些地方是不能去 去了一定分嘛,請按圈差 可樂,你那麼相信喔 真的,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我跟風水一樣 就是像那個 我們周遭就有一些實力這樣子 譬如說 當時也在現場 就是我們學校的同學 然後說剛開學 大家也很開心 學長學妹交往啊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一群人去淡水那個情人橋走 那你知道大學生就是很無聊 你們敢不敢走啊 你們敢不敢走啊 走一定不分手 怕什麼怕,我們走啊 結果走了 兩個月後就真的分手 那個當事人也在現場 這個月也太久了吧 當事人是小胖 沒有,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去 因為我覺得那個都是 我很替替的人 他沒有再加說 你們用牽手走過去一定分 對,牽手一定分 我就不相信,我就牽過去啊 結果隔天他的 他的前男朋友馬上打了讓給他 就開始勾勾踢 我斷失聯 我就很不熟,那就提分手了 好,這算民俗派啦 接下來科學派的陽光,你打岔 我覺得我不會相信這個 因為我本身是 就跟少年他們一樣是嫉妒徒 我,可是我很信耶 我不信 因為現在啊 基督徒很信 去的這個地方 跟你們之後的相處模式 還是你自己本來的方式啊 不會因為你去的這個地方 之後被什麼改變 我不相信說什麼去的那邊 會有什麼 什麼斬桃花 或者什麼會有什麼 被什麼 呂洞兵怎樣攔截啊 我覺得那個都 對我來說都沒有辦法說服我 笑你 雖然我是基督徒 我都不敢去什麼那種姑娘廟啊 就是人家男生去求 就是女生去求姻緣的 然後我就是 你只要帶男朋友 如果你帶女朋友去在旁邊看 我們有同學就是這樣 男朋友在旁邊看 然後回去會卡到陰啊 就是被看上了 對啊,所以我還是要冥婚是不是 好可怕耶 所以我們也幫大家整理一些 不管大家相不相信 但是這是一些傳說啦 對,沒有錯 首先呢,我們看看第一個就是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